最後有請西森男神, 林德順 你好… 我這個是一個慢煮梅菜三文魚 用這個 sous vide的方法煮 發覺煮這個魚會令它很軟 為什麼選擇這道菜? 是否跟你有些回憶有關的? 是的, 這道魚是有一個很開心 溫暖的回憶 從小時候每個星期六點半 準時回去跟公公、婆婆吃飯 這變成了我們家裡的習慣 經歷了這麼多年 以前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以前我妹妹也在一起吃 我哥哥又去了台灣住 只剩下我和姨姨 保持這個習慣 回去每個星期日跟公公吃飯 有一次煮了這個給她吃 她很喜歡 我也有一張照片 我有準備給你看看 看到這件事 我姨姨, 我的公公和中間有這個 蠻煮三文魚 吃得很開心 很開心 桌子都鋪滿了菜 我們也吃光了 因為我公公真的很喜歡吃東西 我覺得這是真正的幸福 我記得小時候晚上如果睡不著 我公公會坐在我張床旁邊 她就會這樣拍拍我 拍字在安慰我 直到我入睡 我已經很小, 我想兩歲 但我很記得這種混亂 我記得大概三月我生日的時候 有個星期日回去 那次她真的身體很差, 受不了 我記得準備送她去醫院的時候 我就坐在她的床旁邊 然後這次我可以安慰她 這個循環, 我覺得是令我很感恩 她給我的東西 從小到現在 我現在可以還給她一些東西 她今年過了一生 所以現在我每次住在這裡 我也是想分享這種感覺給你們 在這裡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要珍惜多一點 不要…你們繼續說吧 我是很不稱職的主持, 拍了一份… 你有什麼分享嗎? 沒有… 管家, 你有沒有? 問我嗎? 是的 我怕我忍不住 是嗎?我也想了解你多一點 有什麼事嗎? 爸爸媽媽的感情很深 對, 我算是一個比較幸福的成長環境 沒有遇到什麼大的生理四變 可能是十年前媽媽過世 那時候我在美國讀書 我不開心的, 因為媽媽過世的時候 我沒辦法回去見她最後面 這是…我… 就是…一個遺憾 因為媽媽是去旅行的時候 我自己的孫子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也幫不了什麼 想飛回去又飛不了 什麼都做不到 那種很無助的感覺 自此之後 我也很看從家人的相處時間 其實很多時候都看不到 要不然我們去犧牲自己的時間 去安排的時間 其實是很難相處的 所以我覺得我要繼續堅持這件事 多點珍惜跟他們的家庭時間 Alex會很明白 Matthew在說什麼 如果是很親愛的、很愛的 無論多辛苦都應該去行動 今天一個很好的分享 雖然是最後一集 但我很感謝 衝心感激這麼多人 很真心幫我們、跟我們說這麼多說話 謝謝大家 謝謝…